怎样算是一名厉害的运动员 全能 二刀流 或许他们算是很厉害的运动员没错 但你叫LeBron James现在去打棒球 或叫大谷祥平现在right now 该打篮球 然后还期望他们能较出一样好的表现 可能吗 我想正常人都不会去做这样的假象 因为这太超过了现实 但现实是还真的就有人做到过 这个人当年以NFL的状元被选中 当下他却拒绝去打美式足球 转而跑去打棒球 并成为棒球场上的明星选手 他同时在两个领域两个不同的赛场都有杰出的成就 化不可能为现实 他的传奇经历更导致Jordan也走上了相同的道路 他却是真正意义上的双刀流双七运动员 Bo Jackson 贝瑟墨是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并不富裕的小镇 准确的说 在60年代这里是相当的贫穷 鲜少有工作机会 居民也很难赚到收入 使得贝瑟墨的人口从60年代开始呈现分水力 人口外移从此变成为常态 住在这里的居民别说是成为明星伟人了 连成家立业大概都有困难 但要说这里死气沉沉的毫无生机又不尽然 因为贝瑟墨常年被评选为美国最动荡的地区之一 打砸抢屡见不鲜 只是这里和生气蓬勃画不上等号就是了 贝瑟墨就是一个让人看不见希望的地方 然而就在这个陷入深渊的小镇里 诞生了一位奇迹之志 他的出生他将来的成功 或许也为这个地方带来了一时希望 杰克森出生在一个单亲家庭 他家简直就是被射没这个地方的属于 谁说是单亲只有妈妈 但他却有九个兄弟姐妹 他排行第八 非常乱来 可想而知妈妈一人要照顾十个小孩有多困难 多数时候就是大的带小的 年纪较小的杰克森 就是被哥哥姐姐们照顾的那个 不过他的哥哥姐姐们到底也是小孩 都自顾不暇了要怎么照顾其他人 所以杰克森从小开始就常常孤单一个人 大多数时候就会在街上鬼混 他不擅长与人交流也不太会说话 就导致他常常被欺负 家里没有温暖又在街上受委屈 他唯一能做的就只有Fightback 用拳头来说话 打架成为他的日常 但他鲜少把自己搞得遍体鳞伤 因为他通常都有打赢的那个 甚至因为他太会打架了 使得他到后来甚至都不用亲自动手 他的手下门就会替他解决 让他仿佛成了混混老大般的存在 除了打架之外 他也干了不少好事 像是看到没上手的脚踏车就顺手牵羊 或是整天拿石头砸邻居家的床户 只因为好玩 可除了被射末一代 让人头痛的问题人物 他的家人甚至给他取了一个绰号 野猪 Wild Bo 因为他就跟野猪一样不受控 到处横冲直撞床户 叫着叫着就简称成了Bo Jackson Bo整人在街上指示 不能说是因为他误入歧途 而是他一出生就注定得在这个齐驱的道路上 有一次他又带着一堆石头 准备到街上找乐子 他像中了一个农舍 并开始朝里面丢石头 他的手劲很大 臂力很强 丢了几轮下来后 农舍里好几只小猪 都还没来得及长大变菜肴 就没了 正当他治好自己的杰作时 被农舍主人逮个阵掌 农舍主人当然不愿意白白蒙受这个损失 便向Bo的妈妈求偿 算一算损失竟然高达上千块美元 这哪是单亲用打零工的妈妈能负担的 还好农舍主人知道状况后也心软了 便提出不然让Bo在我这打工 直到偿还债务为止 于是他就这样意外展开了工作生涯 其实Bo本性并不坏 只是很皮 非常好动 有用不完的经历 因为家中没有人告诉他什么能做 什么不能做 才指着他常常在外犯错 但还是有机会被导证 所以他妈妈就听从了邻居牧师的建议 打算把他送到少年感化院 让他成为新造的人 可是一听到自己要被送到感化院 Bo就错愕了 因为感化院对他来说 是给那些真的对社会有危害 真的犯罪了人去的 自己只是皮而已 罪不止感化院 听到感化院后 他终于意识到自己 不能再成天胡闹了 无处发泄的经历 也必须用在正当管道 于是运动就成为他唯一的归属 他如果要翻转这荒诞的一生 那他必须得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 不做还不知道一做吓一跳 Bo没想到是一名运动健将 什么运动 真的是什么运动都难不到他 基本的跑步跳高跳远就不用说了 棒球篮球美式足球 他也样样在行 他为什么这么厉害 他自己也不知道 不过从他以前到处在街上打闹给人追 还能丢个石头 就把猪的面给丢没了来看 或许也算是有机可循啊 Bo小时候厉害到什么地步 就是还只是一名十三十四岁的青少年的他 就已经在地方区域联赛和一群成年人竞争打球 可见他真的是超灵神童 不要说这一年运动中他最擅长哪一项 那肯定是美式足球 不单单只是因为他跑得很快而已 也在于他从小就长得很壮素 非常适合作为一名跑位 在美式足球场上大显身手 不过他妈妈却是不想看到他打美式足球的 因为他妈妈认为美式足球太暴力了 好不容易Bo才从街头混混变为运动员 却又是在做这种横冲直撞的运动 当然还是会担心 后来还是因为Bo实在打得太出色了 被名校名大学给向重而拿到奖学金 他妈妈才欣然接受他从事这项运动 然而美式足球只是Bo最擅长而已 要说他最喜欢的运动 那可就另有其他了 前面才说过他以前很喜欢拿石头乱丢 强大的手镜和背力 让他能把石头丢得又快又远 而什么运动会经常性的需要丢球 那当然就是棒球 所以棒球其实才是Bo最喜欢的运动 重点是他棒球也打得跟他美式足球一样好 他结束的脚程让他能轻易上垒倒垒 强大的力量更能将球打得牢远 就使得作为命达者来说 Bo可说是从小就优于其他人 同时在两项不同的运动都能鹤立集群 应该说多项运动都是这样 就像他的前途真的是不可限量 以我们现在的上帝视角来看 会觉得Bo作为一名球员真的是对了 但回到他高中时代就不是如此 因为除了球类运动是他的主秀外 田径项目更是他的主场 时日今日他依旧保有他高中母校的多项田径记录 例如最高的跳高高度和最远的三级跳距离 也就是说假设后来有名高中运动健将 就读他的高中 本来想打棒球我想想算了 因为Bo的记录高挂在那 想打美式足球也想想算了 因为Bo太难被超越了 想转战田径来挑战孝史 结果和金爵拼半天怎么还是拼不赢同一个人 这就是Bo到底有多全能的最好写照 一个人就称霸了学校多项记录 不给之后的学弟们火露 而这种得天独后的体育天赋 自然就让他被多所大学给注意到 寄出奖学金来吸引他的就读 Bo的人生可说就此有了巨大转变 Bo大学是就读名校 阿拉巴马州常年都排名第二的学校 澳本大学 常年第二为什么不读常年第一 说实话阿拉巴马州第一的学校 阿拉巴马大学 还真的有来找Bo 并且比澳本大学还截足先登 只不过被Bo打了回票 Bo敢打枪整个州最好的大学 真的是很勇敢 而且他打枪了还不是别人 是被誉为大学美式足球史上 最好的教练贝尔·布莱恩 布莱恩在招募Bo的时候 可是当时大学美式足球史上最多胜的教练 威名远Bo 他甚至当面跟Bo讲 说你不来我们阿拉巴马大学可以 只是你不来 就注定永远拿不了冠军 因为阿拉巴马大学将永远挡在他前面 对阿拉巴马大学不只是学术成就在阿拉巴马州排第一 连体育实力也是在阿拉巴马州高居第一 而澳本大学这各方面都被压制在第二 长年就是阿拉巴马州的老二 只有死了Brian在讲这番话时是真的有根据的 话都讲到这份上了 一般人大概也只能去了 只不过Bo这头野猪是没在怕熊的 既然对方把话讲得这么难听 摆明就是在说不来我们就击溃你 那好阿我偏不去 加上后来澳本大学来拜访Bo的时候诚意满满 说只要Bo能来 他想做什么体育项目就尽管去做 不会给他任何限制 而且他一定是主力一定是宪法 只有让Bo倍感尊重 打定主意要去澳本大学 帮助澳本大学爬上第一 于是Bo的传说 便从这间常年第二学校展开 在说到Bo的大学表现之前 得先提一下他的职业经历 你以为他高中毕业时 只有大学在抢他吗 错误 其实他当时已经厉害到 被职业球队给选中了 选他还是著名的纽约洋籍队 有此可见不只是美式足球的实力 让他被大学给增强 棒球表现更是已经让他得到职棒肯定 有趣的是那年有一个人 也跟他一样同一年获选 并且顺位也没有比他高多少 代表两人当时的实力 是被认为很接近的 那个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拳雷大王 Berry Bounce Bo本来高中毕业就能成为职业选手了 他其实也想这么做 但为何他最终并没有这么做 就作为他妈妈的一句话 Bo家里的人学历都不高 难得出了一位能无常念大学 而且还是顶尖大学 当然就不应该放弃这个机会 难道大学增加点知识 还是很有帮助的 事实上对后来的Bo来说也确实是如此 所以他就没有选择高中毕业 就直接去打职棒 而是先念完大学再说 澳本大学也兑现了承诺 让Bo一进到学校就能尝试各种运动 所有尝试 但他都做得非常好 像是让人能看到他最纯粹运动能力的 跑步 他大一的时候就得到了全国大学 100公尺短跑的参赛资格 因为他可以跑出10秒4以内的成绩 在当时的大学田径场上 已经颇为出色 而他最出色的其实是他的瞬间爆发力 所以每次足球测试场间的项目 40码从此他更强 据说他最快曾跑出4.1秒 这是什么概念 就是至今没有一名美式足球员 接近接近这成绩 最近一次有人40码跑出4.1秒 是在2017年 美国三届四景赛短跑金牌得主 Christian Coleman 你就晓得当年Bo的成绩有多离谱 当然其他田径项目 Bo也偶有加注 重点是他接触这些运动的时间很短 有点纯粹靠天赋的感觉 光天赋就已经能跟那些练专项的人比一比 可幸只要他多练 就一定能有更杰出的表现 只是田径的收入 到底是无法跟职业球员相比 所以他对田径并不算太认真 更像是只是想展现自身能耐而已 他专进的方向 始终都还是在球列运动上 也就是美式足球和棒球 讲到这有没有纳闷的一件事 就是为什么是美式足球和棒球 为什么没有篮球 一方面是因为他不够高 他185公分的身高 尽管一点都不算海 但放在篮球场上 就只是一名小个子 也就让他没有任何优势 二方面则是因为赛季冲突 在北美 篮球赛季是和美式足球赛季 几乎同时进行的 当然冰上曲棍球也是 北美四大运动中 只有棒球和其他运动赛事错开 所以棒球自然就是 他一定会有打的项目 加上美式足球是全美最受欢迎的运动 远胜于篮球 所以美式足球加棒球 就成了他最合理的组合 Bow大学棒球打得非常不错 虽然他四年只打了90场比赛 出情率不到一半 但四年通算下来打出了28发全雷打 以及逼近1.2的超高攻击指数 这成绩就足以让他再次被大联盟球队给向中 只不过也就是因为场次样本数少 使他的身手还是受到质疑 每一年的选秀大会是有球团选他没错 但给他的顺位都不会太高 因为职业球团最主要还是关注他在美式足球场上的表现 Bow就是一名天生的美式足球选手 明明长得很魁梧却跑得奇快 就使得他很难被对手给锁住 其实以他的身材来说根本能打线风了 但他就是很奇葩的竟然是跑位 并且他一进到大学就让人见识到了他的忍耐 在1982年著名的钢铁杯上 他就上演了逆转奇迹 钢铁杯是一年一度由阿拉巴马大学和澳本大学 联合举办的地区杯赛 这个杯赛不只将决定出谁是当年阿拉巴马州最强的队伍 更被视为是全美最经典的世仇大战 只不过在Bow入学之前 阿拉巴马大学才刚取得历史最长的钢铁杯九连胜 也就是连续九年澳本大学都被踩在脚下 就使得两强的天平有点渐渐在往一边倾倒 而就在这个时刻救世主Bow到来了 过往一面倒的钢铁杯在1982年时不一样了 只见Bow全场拼命的奔跑 从球17次总推进码数达到了114码 这在单一一场比赛中是非常厉害的表现 也帮助澳本大学一路死咬着比分到最后决胜关头 而就在比赛倒数3分钟的阶段 比分来到了17比22 澳本大学还落后阿拉巴马大学5分 需要至少一个打阵才能逆转超前 但换句话说也就差一个打阵 所以澳本大学一定会全力去拼打阵 当然阿拉巴马大学也一定会拼了命把这球给守下来 只是令阿拉巴马大学没想到的是 他们再怎么拼命竟然都是枉然 因为澳本大学的菜鸟34号 就是能突破层层风速 一步步往自家门口推进 在比赛快到尾声的时候 澳本大学距离打阵仅仅只有一马的距离 眼看逆转超前的机会就在大门口 澳本大学的教练却已无计可施 因为一马也给了对方能紧迫顶防的机会 这一马仿佛就是这场比赛最遥远的距离 但此时Bo向教练提出了建议 建议打对方出其不意 让阿拉巴马大学连防守的机会都没有 他说 我想从献方的头上过去 教练一开始还没有听懂意思 以为他是开玩笑 但看到Bo认真的神情 以及回想起他在训练时惊人的体能表现 瞬间就明白了他想干嘛 于是就放手让他去做 只见两队的攻防布阵都摆好 最后的一波攻防一触即发 当比赛一展开 突然一个人影从人群外飞跃而进 打阵 澳本大学完成了逆转身 当下这一幕发生太快 以至于很多人都没看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比赛就结束 仔细看才发现是在开球后 四分位悄悄地转身把球递给了菜鸟34号Bo Bo接到球后 直接飞跃人群上方把球带进端区 直接在大家头顶上打阵成功 上演了愉悦龙门 真的让阿拉巴马大学连手的机会都没有 阿拉巴马大学的教练 Brian看到这幕人都傻了 哪有人这么乱来的 重点还成功了 事实上Bo还真的不是乱来 他是有十足把握才敢这样做 还记得他连跳高跳远的成绩 都有媲美田径选手的水准 只有舍他这些愉悦龙们 能直接越过整个人群 在空中打阵成功 这精彩的愉悦 后来也被称作是 Bo over the top 不只是形容Bo如何飞越人群投定 也象征着澳本大学终于打败了阿拉巴马大学 飞上了顶店 阿拉巴马大学的传奇教练Brian 更因为这个over the top 而气到直接退休 Bo的这一月可说真的是影响巨大 彻底的为自己搭向了名号 大学四年下来 Bo总共累积跑出了4303码 每次持球平均能推进6.6码 创下了当时东南联盟的历史记录 他更在1985年时获得UPI年度球员奖 杂志Sporting News年度球员奖 东南联盟年度球员奖 美式足球之父Water Camp年度球员奖 以及大学美式足球最高殊荣海施曼奖 简单来说就是他在毕业前吸引南瓜的所有大奖 他已经是大学最厉害的美式足球员 这也让他毫无疑问的在NFL选秀以第一顺位获选 真的是毫无疑问毫无悬念 以至于他连著名的公开联合测试营都没有参加 这个通常是球员展现自身天赋的地方 BO都懒得去凑一脚 因为他说既然没有人能威胁到我的第一顺位 那我还浪费时间去展现我的天赋干嘛 你们早就知道我有多厉害了 BO其实一直都是很骄傲的人 但不是自大而是自信 因为他是真的天赋异禀 异于常任 只不过他的傲气却因为后来的一件事而被剿灭 BO当然想进到NFL打球 这不就是他开始从事运动的最终目的 然后获选后他却没有选择立即进到NFL 成为极为罕见的放弃状元头衔的状元 不是因为他任性才这么做 而是他没想到只是和选他的坦帕王海盗对老板接触 竟然就害了自己无法顺利毕业 其实NCAA有很严格的金钱来往规范 不只是大学球员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赞助而已 哪怕是和职业球队老板接触都有可能有问题 为了就会避免球员太早和商业挂钩 使得大学运动赛事不再单纯 结果BO就没注意到这点 而和后来选他的坦帕王海盗对老板有接触 重点是海盗对的人还骗他说 只是跟老板见个面不会有任何问题 还说事先已经得到NCAA的许可 当然这些都是骗人的 而这结果就导致BO无法打完大学最后一个赛季 无法完成他答应他妈妈要完成了血液 据说这就是海盗对故意死的计策 当时BO身为大学体坛最知名的人物 毕业后到底是要选择打美式足球还是棒球 成为了热门话题 海盗对当时欠缺看板球星 就很想要BO 但又生怕他跟媒体说的一样 最终跑去打棒球 所以就故意和他接触 故意让他无法把大学棒球打完 故意去影响他在棒球界的评价 迫使他只能朝美式足球发展 只是被这么一搞 BO哪会就让心甘情愿的去打美式足球 所以他就拒绝签约拒绝入队 等到大联盟球队选他 哪怕第四轮才指名要他 他也要去打棒球 好环以颜色给海盗队难砍 于是很奇葩的 这个大学最厉害的美式足球选手 选择展开自己职业生涯的队伍 竟然是一支棒球队 而选他的还是当时成军不到20年的年轻球队 堪萨斯市皇家队 位于堪萨斯州的皇家队 距离BO的家乡阿拉巴马有足足1000公里 对于几乎鲜少出阿拉巴马州的他来说 要突然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打拼 一定不容易 但他为何会选择去堪萨斯 就这位皇家队于1985年 刚拿下队史第一座世界大赛冠军 事实上皇家队这支球队也蛮奇葩的 明明是一支还很年轻的球队 但却几乎是一创队就具有竞争力 10年内7度打进美联冠军赛 2度打进世界大赛 是70-80年代美联出的阳鸡队外最强的队伍 得知自己被皇家队选中也有一千塔 他当然二话不说的就转头效力皇家 事后皇家队高层也有透露 说他们其实想更早前几轮就选进BO 他们听到一些消息指说其他球团本来也有这打算 只是后来就因为他在NFL成为状元 预估他可能会去打美式足球 才让他落到第四轮才被选中 对卫冕军皇家队来说真的是捡到宝 不过BO会落到第四轮 不只是因为担心浪费选秀钱而已 其实在他大学毕业前 曾有棒球球探写过他的报告 说他虽然是很全能的选手 很纯粹的运动员 但棒球实战经验不足会是隐忧 所以选他就有点像开福袋一样 你不晓得他将来到底能成长成什么样子 不过这大概也是皇家队有本事选他的主因 因为皇家队当时不缺己战力 试一试就也无妨 总之BO的职业起点就从堪萨斯 说错了是曼菲斯展开 就跟其他棒球新秀一样的经历 不管选秀顺位再高 一定都要先到小联盟磨练 所以BO就先从皇家队的2A球队 曼菲斯球长队打起 很多老一辈的球迷可能都听过这支2A球队 甚至2A球队中就只听过这支 因为大多数球迷是不太关注小联盟的比赛 更何况还是2A还不是高阶的3A 但就是因为当年BO跑去了球长队 才让这支2A球队意外受到了瞩目 他在球长队的经历就不赘述了 因为他也就在这打50场比赛左右而已 后来就因为厌货成功 在季末直接被皇家队拉上了大联盟 BO当时最令人震惊的是他的力量 他的长打撑不上多 击球点撑不上出色 但被他咬中的球往往都能打得很远 当时他第一次到皇家队主场考福曼球场练打时 紫燃就把球轰到了中外野 那个皇冠造型电子荧幕的皇冠上 超级离谱 当下赛场看到的队友 球队高层都被这荧幕吓到 因为这球场启用之后 根本没看过有谁能把球打到那个地方 他的力量是真的让人叹为关子 或许他不会成为联盟中最厉害的打撑 但他的看点绝对会是数一数二的 这也是为何皇家队迫不及待把他拉上大联盟的主因 1987年是Ball生涯第一个完整的大联盟赛季 他担任皇家队的左外野手 全联打出了22发全联打 和跑出10次倒雷成功 就攻击面来说是可圈可点 但更让人意外的是他的守备能力 还记得前面说他小时候背力很强 背力强却一直都不是担任投手 就知道他比较喜欢做野手 那为了能同时展现他的背力 外野手就会是最适合他的位置 他也经常能接到球后快速的回船内野刺傻 Ball的手背不敢说有金手套水准 但绝对也有在平均之上 而且他的反应还让他人时常接杀 本不该被接杀的肥球 帮助球队手下本该要掉的分数 拱手巨佳是真的让人死掉未及 然而真正让人死掉未及的事还在后头 那件事更将因此确立他的历史地位 Ball打出了一记不错的棒球赛季 接下来就是持续的进化 证明自己即便是专注在打棒球 也不会昙花一现 但就在1987年棒球赛季尾声的时候 另一支职业球队找上了他 那支球队就是洛杉矶突袭者队 没错是一支NFL的美式足球队 尽管Ball已经在打棒球 已经是职业棒球员 但美式足球阶也并没有打算放过他 人就对他念念不忘 前一年选他的坦趴湾海盗队 直到不可能牵下他后 就放弃了之后继续和他优先交涉的权利 使了1987年时Ball又具备了选秀资格 并被突袭者队给选走 NFL自己选自己的 Ball只想专注在棒球 而没有打算和突袭者队签约 只不过后来被突袭者队老板的诚意给打动了 老板不只表示自己是Ball的忠实粉丝 也因为完全以他为主 让他能先打完棒球赛季 再来打美式足球赛季 而且老板还打算给他一份 当年海盗队开给他的合约 5年740万美金 在当时是除了四分位之外 最贵的合约了 都做到如此地步了 Ball也不好意思拒绝 重点是他本来也就还有心想打美式足球 恰巧机会这么快就到来了 于是他就在1987年8月和突袭者队签约 并于同年11月开始在NFL出赛 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能同时在同一年 活跃于两项顶级运动联赛的选手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双刀流双棋运动员 创造了一段传奇 放眼北美运动史上 曾出赛四大运动 棒球 篮球 美式足球 冰上曲棍球 其中两项的选手其实有上百位 但大家都是中途打不下去了才转换跑道 或是圆梦兴直了就打个机场 没有一位是像Ball一样认真 曾任同时把两个联赛两项运动都打好 他在1987年签完合约后 立即就为突袭者队做出了贡献 其中一场对上西雅图海英队的比赛 更是扣人心血 当时Ball整场跑了221码 跑出了两次打阵 惊人的是其中一次打阵 他足足跑了91码 光内一次推进 他一个人就推了91码 创下了当年NFL最长的冲球打阵记录 要知道离打阵最远的进攻距离也就100码 Ball等于是在自家门口 一口气跑去对方家门口得分 中途没被任何人给拦下 应该说根本拦不住 而且他可能是跑到忘我了 还直接就跑进球员通道消失在画面上 搞笑的一幕也逗乐了全场 Ball因为棒球机结束 才打美式足球的缘故 所以比其他人少打了无畅 但这人不仅球迷 球评对他的肯定 让他差点夺下的新人王 高居第二名 只剩他才25岁 根本都还没有进到他的巅峰 人们开始对他产生了无限想象 认为不只是美式足球棒球 只要他想应该什么事都能成功 于是一个著名的标语就诞生了 Ball Nose Ball能做到任何事 这次Nike帮他拍摄了一支宣传广告的标语 这支广告也真的是给Ball做足了面子 请来了一票各领域的体坛名将来给他站台 每个名将会接连说出Ball Nose自己的运动 然后Ball就会展示做那项运动的画面 诉说着自己有多全能 这当中最有名来帮他背赎的莫过于Michael Jordan 很难想要画了这位篮球之神 甚至体坛地位最崇高的男人 当年竟然是要来帮别人造势的 那年代Ball真的就是传奇般的存在 至少在当时Jordan的名气还是正在追赶他而已 至于Ball的广告中还出现了另一位有趣的人物 就是冰球传奇Wayne Gretzky 这在当时更令人震惊 因为冰上去滚球在北美的盛行 同时又是四大运动之一 Gretzky那神仙一般的表现和成就 就只得他在80年代就已经封神了 当时的地位几乎也可说是北美体坛第一人 而身为体坛第一人 哪是那么轻易就帮人在自己领域背赎的 所以虽然他有出现在Ball的广告中 但他却不像其他人一样讲标语 Ball knows自己的运动 反而是简短的回答力俊 No 打枪Ball在冰上曲棍球的表现 Ball也确实没怎么打过冰上曲棍球就是 当然这只是广告设计好的桥段啦 重要的还是在能同时找的Jordan和Gretzky 出现在自己的广告中 可见Ball当时的牌面和巨大影响力 Ball的事迹传开后 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他的比赛 关注他在两联赛的表现 甚至自然而然的变成了他的粉丝 让他也成为了史上第一位 前一年入选大联盟明星赛 后一年入选NFL明星赛的选手 而获选明星赛也不只彰显了他的人气 更是对他实力的再次肯定 他当然也得用表现来回馈球迷 首先便是在1989年的大联盟明星赛 Ball在1989年入选大联盟明星赛先发左外野兽 并且担任第一棒开路先锋 他真的就是英雄命 当转播台在介绍他的出身背景介绍到一半 他第一局一上来直接就轰出了全雷达 而且是一支完全展现他power的中外野全雷达 转播台也马上接招 直接就改成说于是Ball就用这发全雷达向大家问好 其实哪怕他已经在两个联赛都有时机 总是还是会有人对他抱持怀疑 那他就只好在明星赛把对方最好的投授给一棒击成 彻底急碎那些质疑声让 但也不能怪为什么有人质疑他 就是因为他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那有人同时在两大体育联赛都搅出好成绩的 不是不认同他 只是拒绝接受事实而已 有一次Ball受访时就被问到也不是有一次是经常 有记者试图从中做文章 一再问他说到底是喜欢棒球还是美式足球 以及到底有没有想专注在其中一项 毕竟两个运动的赛季刚好是错开的 他其实没有多少时间练习精进 但Ball始终如热表示他两项都喜欢 没有打算放弃任何一项 棒球是他的专业而美式足球则是兴趣 很多职业选手球季结束后也会做其他事来消遣 例如钓鱼、打高尔夫、旅游之类的 那他就只是把打NFL当作兴趣而已 要记着不要大惊小怪 但他这么一讲也真的很难不让人大惊小怪 NFL只是被他当兴趣在打 这让一些打不进职业的选手情何以堪 重点是他打得还很好 以跑位来说已经是非常称职 而这竟然只是他的兴趣 回到明星赛上 对Ball来说一定也想在NFL明星赛职业杯大显身受 然而事与愿违 他甚至都没有出赛 因为在职业杯开打不久前 他就受伤了 他受伤这件事比他精彩的表现更令人震惊 因为过去他给人的形象就是一名铁人 身体强壮到能同时打两项运动 所以一确定受伤后就真的蛮让人讶异的 而且不伤还好 一伤就是退役 这就真的很难叫人接受 1990年赛季 Ball同样以亮眼的表现带领着突袭者队 这季最长的冲球达成记录又是他所保佑 突袭者队也因此打出了历史第三家的战绩 辉军季后赛直指超级杯 然而季后赛第一场一切就变得样 Ball这场比赛起初又拿出了高水准表现 6次冲球共77码 平均每次能向前推进13码 毫无疑问是这场比赛的关键人物 然而就在他第6次尝试继续往前推进时 意外就发生了 当时Ball连续绕开敌队层层防线 眼看就要要突破重围了 但这毕竟是季后赛对方也不打算客气的 其中一名线位眼看再不拦住他就要被突破了 于是就一个飞扑直接朝Ball而去 这一扑其实差点就要被Ball给溜掉了 但就在最后一刻证明线位抓住了Ball的右脚 并紧紧抓住不放 让Ball直接扭伸倒地 当下这样一看可能还觉得没什么 但就是这一扭 两只脚以一个不符合人体工学的姿势打了麻花 直接造成他的髋关节错位并有鼓劣的情况 这下他没办法再继续奔跑了 这一摔不只导致他直接退场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 这次退场 他就再也没回到美式足球场 Ball的这一伤 对他的职业生涯真的是重伤害 皇家队更不愿意支付他最后一年 价值超过230万美金的高薪 在当时已经是前几名的高薪 所以得知他受重伤后 随即就将他释除了 让他的职业生涯瞬间急转之下 好在后来有一队给了他延续生涯的机会 那队就是芝加哥百瓦队 讲到百瓦队 百瓦队是为了收集跨界球星的习惯 虽然Ball在百瓦的三年只出赛了108场 但这108场就让百瓦队死谁之位 促使他们在1994年签下Michael Jordan 让Jordan也一元棒球梦 Jordan事后也有提到 是看到Ball双气的活跃 才让他下定决心跟着尝试 可见Ball的影响力是真的不容小觑 而两人似乎也有交棒的味道 在Jordan从篮球场退休来到棒球场后 隔一年Ball也宣布正式退役了 Ball退休时才32岁而已 是很多球星还正值巅峰的时期 远远还不到退休的时候 但事事就是难料 谁知道他才正要进到巅峰 就遭遇大伤 不过就在这极短的职业生涯中 他就绽放了让人永生难忘的光芒 过去从来没有这样的选手 未来似乎也很难再有人超越 使得他得以因此名流侵蚀 近身传奇 若他当年没有那个大伤 现在的成就会不会更加遥不可及 Who knows Ball knows 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 就是Ball一定能继续创造奇迹 毕竟的作品 是往年闻消灭的 导览没确定 录音城